自4月14日舞出《我人生》在央视首播后,该节目的明星阵容自然也成为了观众关注的焦点。 除了原定的张博之音腰伤无奈退赛外,其他各路明星选手纷纷使出了浑身解数为草根舞者追梦。 近日《甄嬛传》中的奇贵人唐一新,隋唐演艺里的郡主王立可以及李玲等纷纷现身红毯。 除了大秀美腿苏兄外,首次挑战舞蹈的李玲坦言极具挑战性。 这次选择了一个牛仔舞,在这之前其实我是个没有舞蹈功底的人,而且呢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牛仔舞。 那么一接触起来才知道是一个非常欢快,非常奔放的一个歌曲。 对于我这样的没有根基的一个这种演员来说,我觉得是非常有挑战性的。 而一头轻轻短发亮相的唐一新已出场便引起了甄嬛热,主称也不忘在现场过把小主的影。 甄嬛这个贱人最近过得多好,就是贱人就是矫情。